将牛排放到高温铁板上煎得滋滋作响 煮出得随时注意控制熟度 翻面后等到表面呈现金黄色 中间的肉维持在五分熟度就能起锅 再搭配特条酱汁 这道香煎日本和牛就大功告成 全用日本A5和牛油花分布均匀 一口吃下不仅有酥脆焦香口感 牛肉软嫩就像口中化开一般 在取用的方面我们就是选用纽约可 因为它的油花分布均匀 然后吃起来比较细腻 可是这个菜有点嚼劲 倒温下去煎 对将它的油脂香气逼出来 近几年吹起和牛风潮 除了高档饭店餐厅 不少店家也都打出和牛吃到饱方案来吸客 不过要怎么分辨和牛的等级 得从肉的色泽度油花分布来做分级 日本和牛的特色就是油花很丰富 而且油花分布均匀 所以它的颜色是呈现成淡粉红色 那它在适合做火锅用 它的入口很柔顺 很入口即化 那它的颜色很粉的 有别于其他的国家的牛肉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和牛分类 它的等级都是因为 因它的油花分布来定它等级 油花越丰富它本级就越高 业者分析美国澳洲日本和牛口感各有不同 若单以油花来看日本和牛油花较多 如果民众要自己烹调 选用的部位也有区别 在家烹调的部位就是吃牛排跟吃火锅片 那牛排的话大部分都是会买沙朗的部位 火锅片的话就会买像纽约克 因为纽约克它的油脂比较丰富 入口即化 台湾人爱吃和牛尤其在日本和牛解禁之后 进口到台湾的数量是年年成长 从2018年台湾进口和牛数量是630噸 2019年则是632噸 到了2020年增加到了815噸 成长至少30%以上 大众来说的话 澳洲和牛占全台湾的使用量 还是算最多的部分 大概占到5成以上 那美国和牛因为饲养的农家也比较少 所以大概进来台湾的话 占全台湾的和牛使用量大概3到4成 那日本和牛是最近才开放的嘛 2017年3年前才开放 那虽然还刚开放 因为台湾民众的喜爱 也是逐年成长的部分 大概占10%的部分 台湾进口和牛主要以美国和澳洲为主 直到2017年 日本和牛解禁开始进口台湾 也让日本和牛魅力横扫全台 其中最受各界推崇的日本神户牛 更是物以稀为贵 在日本境内一年只产4000头 出口比例只占一成 要进到台湾来也得层层把关 年产量合格神户牛的部分 大概就是A4 A5嘛 那就是4000头的部分 那其他A3以下 就是A3 A2A1 那些都不能叫神户牛 只能叫淡马牛 它出口到海外 每一天到哪一个国家 到谁进口 哪一个进口商 线上都有登记的 那我们光台湾看来的话 一个月大概不超过山头 神户牛被誉为高级牛肉的代名词 而日本和牛大举公台 从饲养到分级都很严谨 现在也大力推广 建立完整的河牛履历 成功掳获桃壳味蕾 TVBS新闻和郑森 柳军台北采访不到 网上看新闻 请下载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TVBS 请不吝点赞 订阅TVBS